我们来一起看到在2014年的1月27号 中法两国迎来了建交50周年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奥朗德 也是互制了贺电 那我们就来请教这个刘先生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贺电中也指出说 1964年的1月27号 当时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 做出了中法建交历史性的一个决定 然后当时的一份简短的联合公报 是从巴黎和北京同时发出了 并且这个寥寥术语却是震惊了整个世界 而且当时的这份公报 对世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有多艰难 现在就是还有那个前驻法的一个大使 吴建民说这是一个核爆炸 就当时来说就相当于核爆炸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很快不久 就中国也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 这个在啊 对 那么这个在当时来说 因为这个习近平跟那个法国总统 胡志赫典都已经说了 而且那个法国方面也表得很清楚 就是说在西方大国里边 第一个和中国是建立这个常驻大使的 这样的外交关系的是第一个 而且是一个立场突破 其实中国呢就是一直跟英国呢 其实有代办关系 但是法国呢是大使级的 紧跟着后来那个彭毕宗 那个总统就访问中国 这个呢就是在当时来说 其实应该来说 对中国是特别有一个重要意义 就是等于它跟那个西方的世界 就是一个大门打得更开了 因为当时正好是这个冷战时期 有一个特殊的背景 对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法国历史界一个伟人戴高乐 当时起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其实中法建交 基本上是戴高乐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结合 双方面那个戴高乐主义的灵魂就是什么呢 就是独立 独立自主 就是当时那个在建交那个很大的一个背景 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说 法国跟那个跟美国也还是矛盾 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在二战以后呢 就是为了那个对付苏联吧 前苏联这个整个以美国为首 在那个欧洲建了那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就是北约嘛 那北约里边谁当指挥呢 那么当然美国它的军力是最强 美国是基本上是一个当然的指挥 但是法国呢 它要保持它相当大的独立性 那么就是戴高乐主义就是由此而产生 那么这是那个法国方面的背景 那么中国方面毕竟呢 在六十年期间呢 中国和这个前苏联 就那个有一场很重要的论战 当时呢北京方面发了那个九评 九评那个就是说苏联是修正主义 当时有个很紧跟着后来就 根本上就是中苏就是 基本上是交物了 这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 那么当时呢其实就是为了 大家都有互相的战略需要 就是法国是为了那个跟美国争取一个独立性 那么中国呢就是说当时又是为了在这个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 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那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跟一个西方的大国能够建立外交关系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天时地理人和 促成的这个 所以当时因为在新中国建立是1949年以后 到那个十几年时间 中国一直处于这个西方的包围和包围之中 就是说他们很多那个西方国家是跟中华民国还继续保持外交关系 那么中国呢就是在跟那个法国建交以后呢 到了71年才拿回那个联合国的席位 恢复联合国的席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有某种意义来说呢 就是说给这个中国受到西方的封锁呢 这个封锁线就完全就打破了崩溃了 就是7年仅跟着过了几年之后 中国又回到联合国 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对 所以中法建交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另外还有人分析说呢 中法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港媒天下先 刚才您也提到了好多第一次 比如说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就是法国 第一个访华的这个西方国家元首 就是法国总统乔治 这个彭比杜 然后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政府兼科技合作的也是法国 所以人家就觉得是港媒天下先 是中法之间最大特点 您是否认同 或者您觉得还有其他的特点 对 对 这个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嘛 第一个当时吃螃蟹的人呢 当时就是非常需要 其实呢 现在在这个建交50周年的时候 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那个陈永国说 希望中法关系还是走在中欧关系的前面 就是说把法中法的关系呢 甚至看着比中德关系中英关系还要重 其实呢你要看到中法那个建交的时候呢 那个整个双方面的外贸才1亿美元 到现在到了500亿美元 就增加了500倍 但是呢中法的贸易关系比起中德还是差很远 就是中国和德国的经济贸易是更加密切 如果从政治方面来讲呢 中国和英国呢也是有很紧密联系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香港 香港问题就把中国和英国紧紧的锁在一起 但是呢法国呢 就是为什么他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 就还是前面所说的 代格罗主义 还有这个中国的 其实也是强调自己的独立之处 那么现在双方面 他们对未来世界的追求 就是一个多极化 中国希望未来的世界 并不是说一个某一个大国说了话 说了算的 而是多极的 那么法国应该是成为一级 中国也是一级 那么英国 德国 俄罗斯 这些多极化 多极化就是大家来一起把世界的事情办好 并不是说某一个国家说了算 那么这个就是未来中法那个继续发展 那个关系的一个战略基础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 刚才我们也回顾了50年来 中法之间的一些特殊的关系 比如背景啊 还有他们的特点 那现在您说一说 我们都知道中法关系 其实还是不是那么一路顺风的 那您跟我们讲讲 它的曲折和起伏 而一直推动它 一直继续往前进的一些因素又是什么 对 其实呢 就是说影响中法关系的 基本上就两大问题 一个是台湾问题 另外呢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 这两个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呢 在90年代 法国曾经把他们的幻影战机 幻影2000卖给了那个台湾 这次呢就造成了中法关系 一个重大的倒退 非常一个 后来呢 法国还卖过一次呢 就是军用的 军用和民用两用的卫星给台湾 这次又造成了一次那个波折 那么我们还知道2008年的时候 就是北京奥运的时候 北京的火炬经过法国的时候 遭到了很大的这个围堵啊 拦截啊 搞得很不 紧跟着萨克奇那时候的法国总统呢 又接见了打打来 那么中法关系呢 又走到一个低谷 那当时呢 温家宝到欧洲去访问 其实那时候呢 欧洲呢 受到那个 就是2009年初的时候 就是那个军用风暴 已经虚拣到欧洲 受到很远影响 那么这次去呢 温家宝去呢 就是带了很大的礼品 订单 200多亿的美金去啊 但是呢 就是还法旅行 我们知道那个单车菜 有个叫还法单车菜 就是围若巴黎走 但是不进法国 就弄到法国呢 其实很尴尬 当时因为知道那个 其实国与国为关系 最主要还是经济关系 那么很快 就是法国也非常清楚 这个中国和法国关系 互相的需要的地方 是 就是经济方面的一个沟通 对 所以才共同 其实实际上您也所说的 就是这个经济利益 还有经济互补 包括还有一些文化上的互进 才一直推动中法关系 不断的前进